這連結,這連結不長,但是看一看怎麼給你 這樣看得清楚嗎? 就是e.cctcc.art slash 今天的主題,java.sart 今天主題,我拿到的時候叫java x 2 就是希望從art、藝術的角度來簡介Java這個語言 我來講這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說大家知道Java25週年剛過 這個語言誕生25年 到現在26,將近26了 所以全球有很多慶祝活動 我因為算是Java專業社群的意願 可是好像我沒有參與新竹活動 有點內疚 所以我就貢獻了一門課 希望是夠有趣的內容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我跟OCF就是開放畫經會合作的社群 叫做藝術人文開放網絡 它其中的一個面向就是希望把科技、把藝術這些跨領域的主題 可以常常做一些結合跟對話 希望它變得非常好玩、有趣、而且充滿創意 所以其實常常談到Java 很多人都印象中都是金融業或是業界的事情 比較早從這個角度 可是在國際上Java的應用 很多時候都跟藝術有關 包括我們今天要講Processing這個工具 它其實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Java的 Virtual Machine上面的一個平台 所以也就是表示說 有非常非常多的應用 都跟藝術方面的應用 都跟Java有關 那希望這個風氣可以在我們社群裡面 比較活絡 讓程式語言作為一種創作工具 可以變得蠻豐富的 那我先強調一下今天的主題 其實是給程式新鮮人的 那我知道我們那個開園教 常常那個都是希望活新鮮人 但來的都是一些老鳥 常常有這種現象 但是因為材料本身是佛新鮮人的 所以如果你希望談一些稍微進階一點的東西 也可以 但就是說可以另外提出來 比如說可以發問等等 那所以也需要做一點調查 就是在做 這叫什麼調查 有Java開發經驗的舉手 真的嗎? 真的都是新鮮人嗎? 那有其他的程式語言開發經驗的興趣手 有兩位 所以分別是什麼語言? 我是C小 C小 C小 C教教 OK我都是C系列 所以基本上跟Java 雖然是血統相通 OK 那這家一位小姐 就完全沒有嗎? 完全不會 完全不會 但是你是藝術方面的興趣的人 OKOK 你是在活動 請坐 沒關係先坐 等一下再說 那 一點點自我介紹 我的名字 你在報名的時候應該就看到 那我常用的英文名字叫 Jonathan 這是我的E-mail 在那個講義上有 所以如果有相關問題 也歡迎跟我保持聯絡 那我自己是 只有Java專業證照的講師 然後目前在 剛剛改名字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任教 那 陽明交大 這是我們的新簡稱 哈哈 我還是叫交大 有很多跨域學程 那我主要負責就是在跨域學的裡面 教一個課程系列叫做 計算人文工作法 那意思就是說 同學會參與這個去接受 來自計算的 當然也就是要寫程式 還有人文的一些應用 最後要創作 是蠻難的一種課 好那我們今天的一個主題 先撇開Java不談 就是要來玩 來討論跟玩有關的事 我不知道有什麼事情 比這個事情要更讓我興奮的 但是我不知道你們想不想玩 應該會來參加今天的主題 應該都是玩咖吧 希望是如此 有SIM帳號的請舉手 居然只有這樣 那你們都玩什麼 沒有在打遊戲 比較少玩遊戲 比較少玩遊戲 Minecraft Minecraft OK 那沒有帳號的是 有別的 比較傳統的管道玩嗎 就是 太忙了 沒空玩 所以最後進來的這位呢 你也是玩咖嗎 一千又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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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大家都長大之後就覺得 不應該再玩下去 有種罪惡感 不過我覺得 Creativity這件事 應該是一輩子都要不斷的 不只是持有它 更重要它還要一直 一直 grow 一直成長 那玩 玩樂 玩遊戲 這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對我來說 因為我從 九歲開始自學寫成詩 好 好像稍微更少一點 好 好 那 所以寫成詩對我來說 一直都是玩樂 好 也就是說 從一開始就是 抄打別人的程式 到後來自己開始慢慢會寫 總覺得它是 就像一個 我可以 變魔法一樣的 就是說 施展了一個魔術 然後看它成不成功 寫成詩對我來講是 這樣的事 但我不知道今天有沒有辦法把這種氛圍帶給大家 希望是可以 好 那上面的這個圖片 可能跟今天大部分大家玩的遊戲 一定是不一樣的 好 這個是 有人把它稱作為8bit詩奇 那種遊戲 就是一種2D RPG的這個畫面 那 看這個大家看得懂是什麼嗎 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 很像一個地圖 很像一個地圖 對不對 上面有一些地形 其實基本上是蠻 寫意的啦 它不是像現在的 很多的game都很寫實 就是 要Render的很真實 或者是很精細很華麗的 但是在這個時期的game 我覺得給我啦 最大的想像空間 因為它沒有把所有的細節都告訴你 可是當你漫步進某片森林的時候 遇到什麼事情 全部都像看漫畫一樣 很多東西 所以在格子跟格子之間 你也得想像 對不對 所以 到底 reality 就是說它 給我們多少detail 我們損失了多少想像空間 這個中間是有一點 就有點像一體的兩面 我蠻懷念這個時期的遊戲的那種 當你拿到那個手冊 等一下我們可能有時間 或是要看一下 裡面的插畫 給你的那種刺激 我覺得是非常有趣的一個想像 那這種典範 叫做rope lane game 就是角色扮演遊戲 他從很早就開始成為 遊戲這個領域裡面 很重要的一支 包括 你需要創建一個人物 這個人物有很多的屬性 可能你在創建的時候 還可以稍微調整一下 這個人物比較偏 muscle 他會拿很多武器 他力量比較大 殺傷力比較強 或者是另外一個人物 另外一種典型就是 比較法師系的對不對 他通常不會有太大的力量 因為他不需要穿很厚的盔甲 甚至有時候很厚的盔甲 會影響到他的能力 阻礙他的能力 但是他需要有很高的智商 很高的智慧 讓他可以有足夠的法力去施展 他的能力 就像這樣的典範 你很早很早 就已經奠定下來了 好 那今天我們工作的軟體 就是processing 如果你還沒有安裝 你的電腦還沒有的話 你可以到這個網站 processing.org 找到他下載的網頁 然後適合你的機器的版本 來把它安裝一下 好 那你邊安裝 我就邊講一下去囉 如果不知道怎麼安裝 趕快發問 好 那我們一開始 因為我們通常教程式 一開始會有一個 叫做Hello World 對不對 就算你沒寫過程式 你可能也聽過這個東西 就是說你一開始什麼指令都不會的時候 書本都會先教你怎麼印出一行字 叫做Hello World 當然這Hello World 有它的歷史 我們先不講這個 那我們也會做類似的事情 好 那processing是怎麼樣的環境呢 我們一般來說 Java這個語言是一個 general purpose 就是通用的語言 你說它拿來開發什麼 基本上都可以 開發銀行的系統 甚至是上太空的火箭 裡面的一些program 裡面也有Java開發的成分在的 所以general purpose 它什麼都可以做 但是 越是general purpose 就越不容易學 對不對 因為它竟然什麼都能做 所以你要學的東西非常的多 那processing是什麼呢 你們下載的processing 安裝到機器裡面 它就會順便把一個Java的 virtual machine 有點像它引擎一樣 就跟著裝進去 也就是說 它會幫你把環境都設定好 不然的話 一般來說 如果你要用Java開發的話 你會需要先下載一個 叫做JDK 就是Java的Development Key 安裝好之後 你還要再安裝一個叫做 IDE 就是整合開發環境 比較方便 就是說 因為通常用Java開發都會 都會是比較龐大的程式 它的程式碼 非常的 很多支程式 然後互相牽連的很複雜 因為這是一個物件導向的環境 所以 比較不容易就是用筆記本 來開發一下 不然的話 有時候你要改一個名字 可能就會 需要改10級10個檔案 可能比較嚴重還會漏改 所以有一個整合開發環境 是比較完整一點 所以今天其實如果你是 比較進階的user 你也可以嘗試這樣做 不過呢 因為processing跟 general purpose的Java整個開發環境 要相連通的話 程式碼需要做一番修改 那我今天預備的程式碼 基本上是for processing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對這個部分 改寫這個東西是比較有把握的話 你再嘗試著用 比較general purpose的版本 就是在我們報名網頁上面 有第二個安裝環境 如果你們有看到的話 是比較進階的 那如果在現場的話 建議你們都装這個processing就可以了 那processing有點像是在Java上面 再包一層簡化過後的一個介面 也就是說很多比較繁瑣的 主程式的寫法 或者是一些計程等等 他都把它包裝在他的架構下面 那你甚至可以下一些很簡單的指令 就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結果 那我們就先來出體驗一下 如果你已經安裝好的話 你把它打開就會出現一個 不算是整個開發 但是是一個開發環境 他沒有那麼完整 但是是一個可以用的開發環境 我們來試試看 這個開發環境 因為他是為了visual art 為了視覺藝術 所以他會把一些視覺需要的東西都包在裡面 也就是說 不管你執行任何程式 內定就是會開啟一個畫畫的畫布 就對了 那你可能也沒有用到他 但是還是會打開 那我們開啟了這個環境之後 大體上會長這樣 OK 你們的是不是也是長這樣 好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寫這個 Hello World的程式碼了 那我寫下面這一行 其實這兩行 我先把它移開 讓你們看一下 其實這兩行意思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processing 他甚至連這個 一般人看他會覺得 音頭鑽匠的 只是印一行字 他都把它包裝在這個 簡化的程式碼裡面 所以你完全不用做任何設計 你只要打println hello world 然後在這邊按一個run 你看這邊就會印出hello world 那這個環境我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印出hello world的這個區塊 基本上是顯示訊息用的 如果像有些錯誤訊息 或者是你要你希望他印出一些東西 讓你確認運算的結果是正確的等等 他文字的部分都會顯示在這邊 可是我剛才講 他會自己就打開一個 像是畫畫的畫布的東西 因為他那個畫布太小了 我拉不過來 就是那個沒有位子讓我拉 但是你們如果剛才有按play的話 你應該會看到他有帶出一個小視窗 對不對 那個視窗就是他預設一定會存在的東西 甚至他就是程式的本身 所以你如果把他打X關掉 程式就結束了 不管你有沒有用到他 就是那個小視窗存在的話 程式就是還跑著 把他打X他就關掉 或者你在這裡按Stop 它也是一樣的效果 那這一行是很簡單 就是說如果你用Java來寫的話 可能還外面還要寫一些class 比較複雜 但是在processing裡面 如果你在這個是主程式的區塊 上面你其實可以看很多TAB 但是最左邊這個是主程式 所以你在這邊你可以寫這種單行的指令 都不需要包覆在什麼 任何的函式或者是類別裡面 好,這是不是很簡單 那如果你還可以在這邊 再寫一些畫畫的指令 那這些指令你都可以在processing Double Home 那個網頁裡面有一個reference 你可以看到他所有的指令 比如說你要畫一個圓 你就打Circle 然後圓形的位置啊等等的 幾個簡單的基本的指令 我可以跟你講 除了這Hallover之外 Size 當然那個視窗不太小嗎 拉不過來 我們現在把它設定一下 稍微大一點點 然後我們畫一個圓 好,現在可以拉了 好,你看一下這個Size 300 300 就是它這個畫布 我把它設定成300 300 S跟Y 寬跟高 然後呢 Circle當然不明思議就是畫一個圓了 好,那位置剛好在差不多這個畫布正中間 150 150 圓心的部分 然後它的這個直徑是30這樣子 所以這樣就可以畫出一個圓 好,那還有很多可以畫這種基本圖形的指令 你可以練習看看啊 就是 就是 照著那個 文件 去一個一個 畫曲線的啦 畫直線的啦 等等的 好 這是一個蠻好玩的環境 好 好,那我先把它關掉 好 既然它是一個以畫布為主的環境 那我這個Hallover印在文字窗 就覺得有點遜對不對 所以我們還有Hallover Part 2 好 好 這個我剛才講過的Size 只是說我現在配合文字 我們來把這個Size改一下 改成430 稍微寬一點 然後高沒有那麼高 100 好 然後我這次不畫圓了 我這次先設定一下 因為如果 因為我要把文字畫在畫布上 所以如果文字太小的話 我看不清楚 我就設一個稍微大一點 64點 好 然後 很簡單 你只要打個Text 就表示我要在畫布上寫字 好 然後我們一樣寫Hallover 好了 好 那你既然要在畫布上寫字 它就不是一行一行的 對不對 就是說你要畫在哪 就畫在哪 所以你必須要指定它的位置 所以它 我們畫的位置在164 好 那我們來看看畫出來的位置 會是長什麼 OK 好 這個是畫布版的Halloworld 那 稍微多了兩行 就是你需要指定畫布大小 好 不然的話會塞不下 然後指定文字的大小 然後指定文字的大小 好 最後用Text的這個 畫文字 畫文字 好 不是寫文字 就把文字畫在這個畫布上 好 好 或者是好 我們現在Halloworld 我們把它改 改一下這個版本 好 變成什麼呢 Hello 一個你的名字 好 比如說我隨便寫 欸 為什麼打不去做嗎 OK 好 王小迷 Hello Hello 王小迷 我不寫Hello 我寫Hello 我寫Hello 王小迷 試試看 會發生什麼事 好 哇 糟了 因為你不指定字體的關係 它沒有辦法自動幫你去找中文的字體 OK 所以當然你就被迫要指定字體了 對不對 如果你真的要寫是中文 好的 等一下我們再來 看它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好 那我們先來談談 因為是Java的這個初學課 所以我們來談談在我們寫程式的時候很常做的一件事 就是去呼叫一些程式 不管這個呼叫是別人寫還是自己寫的 那在這個我們講物件導向的這個程式 像是Java這樣的程式 就是講這一類的一個函數啊 或者一個可以呼叫的程式 常常被叫做方法 一個方法 那剛才我們呼叫text的這個方法是processing內建的 也就是說你可以在processing畫部上畫畫 這個當然要他幫你寫好對不對 好 那 你要呼叫這個方法的時候呢 方法有一個格式 就是說 特別在Java裡很多語言都差不多 就是你會寫這個方法的名字 像這個方法的名字叫text 然後怎麼知道它是個方法呢 就是後面會跟一個括號 好 那 C啊 Java這個系統的指令 結尾通常會用分號 就是說這是一個完整的指令到這為止 所以你也可以在這段行也沒有關係 但是最後加分號 那它意義就一樣 不會因為你 因為有時候你寫的很常很常 你需要再段行一下不要閱讀對不對 好 那重點是這個方法 你要呼叫它的時候 很多的方法 你都必須要提供給他一些資料 他才知道 你呼叫他 他要處理什麼東西對不對 所以後面 括號裡面 就是放著所謂的參數 就是你要傳遞給他什麼 比如說你要他畫出文字 那文字的內容是什麼呢 你總是要告訴他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會需要你告訴他文字的位置在哪裡 這個部分叫做參數 就是說你呼叫一個方法的時候 那有時候有些方法他不太需要你給他任何東西的 那你是不是還需要這個括號呢 答案是需要的 因為這個括號就是告訴電腦 它是個方法的名字 方法的名字加括號 就是呼叫方法的方法 那不管裡面有沒有參數 所以前面叫做method name 那這邊是三個參數 一串字兩個數字 那在這個呼叫裡面 其實已經包含了一些不同的資料類型 因為在程式裡面會處理各式各樣的資料 所以有些資料是數字 有些資料是文字 它不能混在一起 如果你把20當作文字跟當作數字 基本上是不一樣的意義 對電腦來說 所以在這邊有至少兩種資料類型 一種是字串 字串通常沒什麼例外 大部分圓都會用引號 特別是雙引號把它挖在一起 那後面有兩個參數都是數字 那一般來說在程式圓裡面的數字會分兩大類 一類叫做整數 那另外一類叫做糊點數 為什麼要這樣區呢? 糊點數這個帶有小數的 因為他們的在電腦裡面儲存方式是不一樣的 所以會做一點區隔 那目前這裡的這樣的表示方式 看起來比較像整數對不對 可是呢其實TAX這個方法 它吃的應該是浮點數 所以它會有種自動轉換的功能 如果它可以轉換 它會幫你自動轉換 因為整數轉成浮點數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可是倒過來可就不行了 因為它不知道小數點要放哪裡 所以有的時候這樣到外轉是會 它會丟錯誤給你 告訴它說不能這樣轉 所以電腦還蠻笨的 好 那你也可以自己定義方法 我們剛才講TAX這個方法 是人家寫好的 你只要呼叫它 然後給它一個參數就可以了 而且這個參數要照它的順序跟數字 數目字 你不能說好 那我就只給你出自動轉 其他你自己決定 這樣它如果它沒有這樣的可能性 不允許這樣的呼叫方式的話 它是會直接出錯的 那你自己定義方法的時候呢 它的格式跟呼叫就稍微有點不一樣 前面你需要指定一個叫做return type 就是很多的方法 它都會回傳一個數字 回傳一個資料 那這個叫做回傳的型態 比如說它回傳一串字 或者是回傳一個數字 甚至是一整個物件 等等 那這邊寫 void 就是說我不回傳任何東西 這是一個保留字 一個特殊的字 好 然後呢 第二個就是說 一樣這個方法叫什麼名字 所以呼叫它的時候 就會需要這個名字 一樣用括號刮起來 把引述 參數寫在這邊 但是不一樣的是 因為這是 這是定義方法的階段 不是呼叫 所以定義的時候 需要把每個參數的形態 都指定出來 例如第一個 叫做stream 也就是它是字串 所以我要呼叫它的時候 我在第一格的位置 要給它一個 用兩個名號刮起來的東西 好 那第二個參數 叫做整數 IMT 好 所以它會有兩個字組成 一個叫做宣告 行別 另外一個叫做 這個 變數名稱 變數名稱 就是在你裡面 在寫程式的時候 要用到它的時候 拿著那個名字 所以這個是定義的時候 的格式是這樣 所以你等一下看到這個格式 就知道它是在定義一個方法 好 那現在回到processing 本身 我們剛才用完全沒有任何宣告 或者是定義方法的方式 來使用processing 比如說打個 Hello World出來 或者是在畫布上 畫一行字等等 這是最簡單的用法 可是大部分我們在用processing的時候 不是這樣用的 那個方法只是讓你很簡單的可以做一點事情 那我們在用processing這個程式的時候 它比較迎合什麼呢 迎合Visual Art的需求 也就是它前面會有一個方法的定義 是用來設定環境的 這個方法不是你來呼叫的 是給processing的系統呼叫的 這樣子好嗎 也就是說你照這個名字 這個參數是空的 參數裡面的組合 是這個方法有點像是它的一個簽名一樣 程式會按照方法的名字 跟它的這個參數組合來辨認 是不是要呼叫這個方法 所以在processing裡面 有幾個固定的方法 不只兩個 但是這兩個是最常用的 第一個叫setup 就是像我剛才講 它只被系統呼叫一次 就是去做所有的設定工作用 它不傳回引述 你按照這個格式 這個簽名去宣告的方法 系統就會認得 而且就會呼叫它 第二個系統會認得的 常用的方法是draw 這個方法很特別 特別在哪呢 就是你按照這個方式宣告的一個方法 系統就會按照你所指定的 那叫做格數 所謂格數就是說 每秒幾格 frame per second FPS 像拍電影一樣的概念 去呼叫它 去呼叫它 所以如果你的FPS設定是60的話 那一秒就會呼叫它60字 這就是很方便去做一些動畫 去更新畫面用的 當然如果你不需要這麼高的格數 你也可以降低 但是現在電腦的速度很快 所以說實在也沒什麼關係 就是這樣 不會影響電腦效能太多 所以這個是基本的架構 也就是說你寫 比較正經的processing的程式 大概都會包含這兩個方法 前面去設定一些畫面 物件 影格數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東西 顏色等等 然後draw 就開始要畫 你要畫的東西 不管它是動態的 或是靜態的 或是互動的 都可以 有一個這樣的概念 所以我們現在把hello world 再改寫一下 改寫成剛才這個 比較正規的processing的格式 也就是包含setup跟draw 兩個方法的這種格式 試看看好不好 好 所以這個格式 如果你習慣了 大概它就是固定制造這樣 好 那有一個小結叫做Ctrl D 它會幫你自動整理 格式那個程式碼的區域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size這個指令通常會放在setup裡面 它不會放到draw那邊 不然程式會爆錯 所以它需要放在最前面 好 再來就是這個文字的設定 這個也是屬於放在setup的程式碼 好 那畫這邊呢 就是我們剛才講這個tags 好 好 好 那我們大概是十六四吧 我記得 好 沒有差太多了 好 跟它的效果一樣對不對 只是 我把它放在 比較正規的 這個系統會呼叫的 兩個 那個方法裡面 可以嗎 到這邊 如果要size要慢慢變大 比如說 我剛剛說60的frame要變大 那個size就會被寫到這邊 你說那個文字的size 有可能 有可能 那剛剛又說這樣子會有A 不是不是 是說size 這個畫布的指令 這個一定要放在最前面 如果畫布指令放到後面去 或是甚至放到桌子裡面 就會出錯 因為這一行 不是文字的size 是畫布的size 這樣搞定嗎 所以你要改文字的size 是可以的 就是後面size size可以 但是那個size 那個不行 對那個size 只是畫布大小 而且呢 如果你的size 寫在setup裡面的話 它必須要是固定的數字 也就是說 你不能用 一個變數去修改它 例如 我要去計算 一個大小 然後把它放在那個位置 這不行 所以運行過程 那個視窗不會再變 對 這不會再變 那如果你需要動態的去決定 它要多大呢 也有辦法 但是它必須要 要再寫在更前面的步驟 那個是另外一個系統會護照的方法 有的時候不會用到 所以這邊 暫時沒有把它寫出來 好 那到這裡 基本上是把processing 怎麼運作一個最大的概念 跟大家介紹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它其實可以做很多有趣的事對不對 好 可以 比如說你想要 講一個小白球的故事 就可以用它來做一些創作 好 那我們剛才講到 打你的名字的那個問題 對不對 那其實剛才我們已經試過 就是遇到中文的時候 會出一些事 好 所以呢 我們在這裡再做一些額外的設定 好 這個示範是要做什麼呢 除了要解決那個中文的問題之外 好 我先把這個打一下 好 現在我們把form size這個數字 寫到方法的外面去了有沒有 OK 然後把這個名字的設定 也放到方法的外面 好 不好意思我這邊露得很好 請大家自己這樣去 然後我還用了一個 物件的宣告方式 好 我其實主要是要解釋這個區塊 前面這個區塊 好 對於這個 物件導向的程式語言來說 所有的 像這些看起來像是可以存放東西 宣告存放東西的一些 有的時候有人會把它叫做變數的東西 它是會有這個scope的 就是說什麼地方看得到它 什麼地方看不到它 這樣的區別 好 那如果你希望所有的地方 包括setup 包括draw 還有你自己定義的一些方法 在這整個程式的區塊裡面 都看得到這些內容的話 你可以把它寫在前面 好 那有的時候我們會把它叫做屬性 好 另外一個說法叫屬性 去區隔另外一種 宣告的變數 是在 比如說我在setup這個框框裡面 才宣告的 因為像這樣的東西 這樣的變數 只要這個大括號執行結束 它就不見了 好 你不能期待draw也知道 那個值是多少 比如說如果我把這個 fone size放到這裡 放到這裡 好 對不起 按錯地方 如果我把這個 fone size 丟到setup這裡 的話 好 程式其實還是可以動 因為 喔不對 到draw這邊 fone size就出不來了 就是到draw這邊 fone size 這個 這個 名字 就抓不到任何數字了 因為它是在setup裡面宣告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我要把它拉到前面 因為兩邊都會用到這個數字 OK 好 然後我們再把它改完 好 這邊因為我們要解決字體的問題 所以我們用了一個 它內建的方法叫做 create font 然後呢 我們用了什麼字體呢 用了 如果你是用windows 叫做微軟正可以起 沒有出來 然後 後面又就是指定 你創建出來這個字體 它的大小 OK 好 那接下來就把這個字體指定 給系統 好 所以你在這邊設定好了之後 這個font被create出來 這個字體 可以出來 然後丟給這個 設定 目前文字要用的字體 的指令 好 這邊設定就算完成了 好 所以下面要畫的時候 它就會用這個你指定好的字體 去畫 好 那我們來執行看看這次會不會成功 對不起啊 我這個畫的字本真的還沒改 就是這邊hello不是word 要把它改成你的名字 這裡示範的另外一件事就是說 字串是可以做一些運算的 也就是說 hello 豆號這個是我們寫死的一個字串 對不對 可是name是 我們在前面把它改掉的話 就會跟著改 所以這邊你的名字 你用的名字去取代 我這邊寫王小明 然後你把它跟hello加在一起的話 它結果就會變成這樣 OK 好 現在那個中文字有順利的出來 因為我們把自己做了一些設定 不過 那一件我確定要用什麼 它在打的時候 就中文已經 現在在那個書的地方去打說 中文 但是我在上面打說 它一定是一個一個一個 喔 OK 所以那有可能 就是你的系統 系統的字體要做設定 好 就是processing這個社群 可能在Mac 比較少 中文 講中文人用 限裝字體然後再移入 什麼 限裝字體然後再從這邊設定 它的preference裡面有設定字體的地方 那你可能要找一下 因為我這台不是賣地條 我不敢保證我 找到的東西跟你一定是符合的 它這邊有一個editor and console form 如果你想改的話你可以在這邊改 有 有 但都蠻好 所以它preference裡面它的介面是中文 哈哈 簡體中文 對對 所以基本上 這邊 因為 是這樣 寫程式用的字體跟介面 有時候是不一樣的 像我寫程式我就會特別挑選 程式專用的字體 那那個部分如果要跟中文混在一起 就會有點複雜 好 好 那這個應該解決了 那也有一種狀況是 也許你根本不用特別做設定 它 中文就出的來了 曼金塔是這種狀況嗎 還是剛剛也有一種 是軟碼 是軟碼 所以其實也是需要設定 那你可能就要把微軟正黑體改成一個 對 Mac上你們比較熟悉的那個中文字體的名稱這樣 好 總之這些都是超知在你啦 你要用什麼字體 你要怎麼畫它 甚至你也可以在上面 假裝一個文字編輯器也是可以的 對不對 但這個當然就複雜很多 就是你要跟鍵盤互動 你要去定位它的行距啊這些東西 好 總之可能性是無限的囉 好 那這個區塊 在我們等一下的定義會蠻常用的 好 我們把它叫做屬性 好 屬性的定義的區塊 好 這是所有的方法都可以取用的 值 好 那我們剛才稍微簡介了一下 processing 的架構 好 很簡單的架構 那 現在我們再回到這個玩咖的時間 好 那有沒有聽過這款遊戲 就是Ultima 3 這個同號真的是還不太大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是我們大概 30年前吧 流行了一陣子的遊戲 其實我講流行一陣子是以台灣為 為Base 因為那個時候 它發展到第三代的時候才引進台灣 然後那個時候我差不多剛好中學的時候 第一次接觸到這樣的遊戲 就是說 你可以化身成一個勇士對不對 然後到一個 一片大陸 是跟你現在居住的地方完全不相干的 架構的世界 然後你在裡面 會遇到各式各樣的東西 你真是可以施展魔法 你可以混合藥材 你可以有很多的探險的經驗 很多的跟人對話 所以那個時候他們就已經發展出一個對話系統 雖然是蠻陽春蠻簡單的 就是你打進一個字 如果這個字有觸發一些他知道的詞 他就會給你一些資訊 那你就要一點一點把這些拼圖 拼起來 好 那那個時候其實英文也不好 就是中學嘛 也不是很有錢的家庭 那個年代就可以學英文 沒有這回事 所以就自己去摸索 然後就學了很多古英文的使用法 因為在這種比較是奇幻的遊戲 龍與地下城的這種氛圍發展出來的遊戲 他都是比較偏中世紀 這種比較古老的氛圍 所以就會故意用一些古英文 古語 那你就會學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 好 那這個是一個發展很長的歷史 一個遊戲系列 他在國內可能沒這麼有名 國內比較有名的話 都是日系的遊戲 但這個遊戲在遊戲史上是透透有名的 因為他奠定了很多很多的基礎 特別是角色扮演遊戲的基礎 那在這個西 你們可以看一下Witipedia 這個Ultima Series這個條目 他有把他的歷史講得 算蠻詳細的 從第一代一直到第九代、第十代 然後後面還有線上版 那Ultima Online 是差不多跟天堂同時期的 那麼古老的遊戲 而且現在還活著 第一代天堂好像已經Face Out了 但是Ultima Online到現在還活著 所以可以說是最長售的MMO RPG 就是大型線上多人的RPG 我現在還有帳號 而且是Active的 隨時要進去都可以 在這個單機版系列 所以我最喜歡的成員之一 就是Ultima IV 第四代 因為這個是一個 他的有一個創舉就是說 他開始不只是打打殺殺 他開始探索所謂的美德 就是說你在遊戲裡面 你的行為都會影響著你的品德 那你的品德的高低會帶來一些 consequence 就是這樣 我不仔細講 但是這也是告訴我們說 在RPG或者在這個遊戲的世界設定裡面 可以複雜到什麼程度 如果所有的那些非玩家的角色 我們叫做 這個玩家的角色 有個名字叫做 NPC 就我們有時候形容一個人 他的反應很木然 我們就說你是NPC嗎 就在這個笑話 那如果所有NPC都要 反映出你的美德 的狀態的話 你說他這個遊戲的設定 其實是非常複雜 也就是說 那個NPC他的反應不是固定的 他是會依據你的 而且他的美德好像還有八種美德 那我想表達就是說 如果你的創意無限的話 你可以把一個故事說得很精彩 很細緻 甚至是那種真實性 是反映在那些細節裡 而不只是聲光效果 然後最棒的一件事 是Ultima 4 這個遊戲的傳統版本 不是後來玩家 很多玩家會改作 對不對 這個他的傳統版本 在現在的電腦上 可以run的版本 現在是免費的 所以你可以在go.com 下載到這個免費的Ultima 4 可以組一個隊開啟這個旅程 對不對 而且這個 他在Storytelling上面花了很多工夫 那講這個是鼓勵大家說 如果今天你在這個課裡面 有得到一些啟發說 原來 不管我原來會多少程式的能力 我可以拿來做這樣的事情的話 你可以也創造出一個很精彩的宇宙 好 那我們第二個目標 希望可以用最短的時間 用Java Processing這個系統 製作出一個2D RPG的互動思漫遊引體 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create 一片大陸 然後呢 你可以創建一個角色 當然這個角色不是說你去創建它 就是你選好一個圖片代表它 這樣 然後你就可以在裡面 行走 按照你設定的地形 不管是河流啊 高山啊 平原啊等等 你就可以在裡面走來走去 好 這是今天的目標 很短的時間 看看能不能達成 好 那我們講這個 引擎的設計 其實是要帶到一點 就是說 所謂的物件導向程式 特別在Java這個環境 所有東西都是物件 這樣的概念 可以怎麼樣 像是變魔術一樣去玩它 我們一般來說 就是說 像電影裡面常常 那個超級英雄手上要變出一團火 它就可以變對不對 可是真實世界做不到這件事情 但是在城市的環境裡面呢 你想到什麼 在物件導向這樣的概念 你可以說 我要有一個 你就可以 當然不是馬上 可是要斜點扣 但它就可以變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要變三樣東西 第一個 就是這塊 大陸 如果我是創世神 要創造一片很大的陸地 包括造山 切割河流出來 也沒那麼容易 對不對 可能也要數以萬年 然後我們在這裡幾分鐘 可以把它做出來 你說是不是蠻有趣的事情 第二個就是 我們要創造一個冒險者 第三個就是 這個遊戲有一個視野 有個視野 那今天時間的關係 我確定 是不是 我可以把 剛才那個Ultima 4 因為我很喜歡那個遊戲 一點點遊戲畫面 來 跟你們分享一下 希望它在那個投影 木上可以秀出來 看起來不行 所以 我可能需要 拉一個比較小一點的畫面 在這裡 這個是它的 最原始的 早期八位元電腦 很有限的音效跟視覺 那時候我們也覺得蠻玄的 你看它就是一個 好像有生態系感覺的 一個環境 有比較深的海 也有比較淺的海域 然後 船 互相 開始戰鬥 我們自己來逛比較有趣 因為之前有玩到一半 所以我就把它繼續 之前這個是全螢幕 所以 但是在這邊 因為切換方便 所以我就不切成全螢幕 這個是我的冒險者 它就在這個 這個就是它的視野 那在這個視線範圍之內 有的時候甚至 這個還做得更複雜 有時候我當 靠近這個 茂密的叢林的時候 我看不到裡面是什麼 我要走進去才能 稍微有一個 有一個視線範圍就只有在周圍 所以有的時候 你進到這個地方 就比較危險 因為不知道附近可能有怪物 靠線來對不對 突然遇到了 會把你殺了 然後我記得這附近好像有城鎮 不過 要找一下 那如果你找到一個城鎮的話 你可以 你就直接進去 它就會開啟另外一個城鎮的地方 這個時期的這個RPG的模式 很多時候 大概都是長這樣 好就是體驗一下 它是這樣 那你可以 它這片大陸 其實它是很大的 給各位看一下它的地圖 稍微發一下 十五支友情 這是它當時 是一張實體地圖 是長這樣 這應該是scan過後的版本 就有點像是一個archive 一個數位連償的概念 這個 我們剛才走的那一塊區域 可能只是這個一小角而已 然後它在這個 這個很大的一個島嶼 或者到處都有 比較大的城市 然後這個 奧地馬系列 從 第四代開始 這個大陸 叫做Britannia 就是它整個故事發展的場景 第五、第六 但它會有一些 比如說underground 或者是其他的大陸 被發現 但是這個主要大陸 一直都存在 所以它的故事是 有它一定的延續性 所以也會有一些 航海的一些 旅程 或者是 甚至有 曾經有過什麼熱氣球 對不對 蛮有趣的 那還有一種 在這樣的冒險遊戲裡面 一定會有的元素 叫做地下城 那 奧地馬系列在前幾代都是一樣 就是你見到地下城是一個3D的View 就跟那個平面不太一樣 所以 當你在規劃一個大陸的結構 所以可能可以想像一下 你是在創造一個世界 這個世界可能會有 地形 像它這邊就創造了海灣的地形 或者是有一些河流 它會一直 從山脈發源這樣流下去 所以這邊也會有一些雪 等等 這樣的一個設計 我們今天的版本 比較簡單 它就是一個地圖 然後有個冒險者 也沒有戰鬥 也沒有怪物 但是就是 它在這個空蕩蕩的地形上面 可以走來走去 而且是你控制它走的 就是你可以用 鍵盤上下左右這樣控制它 然後它的View 當然我們暫時也沒有做什麼森林 然後看不到後面 這太複雜了 所以就是 基本上就在那個視線上 我也都看得到 那 如果再講得更細節一點 事實上是怎麼做的呢 這邊是 就像是你創造的那塊大陸 它不管它多大 但是它就是用 其實是用一些符號去代表 例如0它代表是什麼 地形 1代表什麼地形 很簡單吧 對不對 然後呢每次 當這個冒險者走過一個區域的時候 它周邊有個 你指定的範圍大概多大 它就會 用圖形把它顯示出來 所以其實它是在一個抽象的資料上面漫遊 但是 在 遊戲 玩遊戲的人 他看到的景象 是經過圖形組合上去 所以這個原理很簡單吧 我們就是要用程式辦到這些事情 那三個元素分別是什麼 地圖 處理地圖的物件 處理 冒險者 那個 Avator 大家對這個字應該有點印象對不對 電影有一個 有一個電影的片名 就是Avator 其實這個字 就是從 Ultima這個角色辦遊戲來的 就是 早期我們不叫他阿凡達 早期有翻譯 有叫做 勇者 或是聖者 就是Holy的聖者 意思就是說它是從 另外一個次元 為了一個原因 而來到這個宇宙 所以在 像Ultima的這個系列裡面的故事 玩家是來自地球 是我們熟悉的這個世界 但是他因為某個力量的呼喚 就是說 那個宇宙 那個 架空世界那邊有難了 有邪惡的巫師要做一些 反連覆地的事了 所以 你不知道為什麼就感受到這個呼喚 你要通過一道神奇的 叫做月之門 你就到了那個世界去 在那邊冒險氾濫啊等等 所以Avator是這個概念 那當然那個電影也取了這個概念對不對 因為 因為那個 他在那個世界裡面是一個分身的 而他本來就不屬於那個世界 但是他進到那個世界去了 所以有真誠的意涵在背後 那 當然要這麼快做出來 我有幫大家準備一些素材 首先就是一個 預設的地圖檔 你也可以自己改 那我已經幫你先 在上面咚咚咚咚 012345都放好了 然後一個代表冒險者的可愛的圖片 我會幫你預備好 然後我幫你定義了五種地形的代碼 0是代表山 1是代表河流 2是代表草地 3是石頭 大的那個石頭 Rock 不知道怎麼在 然後最後一個是Riverstorm Riverstorm就是說 雖然他是河流 但是他可以走過去 因為他有一些墊腳石 大概是這五種地形 可以兜出一些東西來 好 那接下來我要請大家來下載 今天的素材 你可以到Github上 我們這個 醫生人開放網絡的 這個 這個Repository裡面 去下載 JavaXART.Git 你可以直接下載ZIP檔就可以了 如果你沒有安裝Git 或是不熟悉的話 你在那個畫面上打開這個網址 在畫面 這邊會看到一個很明顯的綠色按鍵 你打開 把夏拉斯選單打開 最下面就有個Download ZIP 就直接把它下載下來解壓縮就可以了 那解壓縮之後呢 你可以開一個新的 或者你要用剛才那個 也可以啦 把它清空 在解壓縮之後 你會看到一個Materials的Folder 一個資料夾 裡面就是剛才講的那些素材 好 那我來示範你們做 好 這邊我先把它清空 好 這個基本上 美景洋程式是剛才打的 所以沒有任何東西對不對 好 這相當於一個剛拍的畫面 看一下我的 好 如果你下載而且解壓縮了之後呢 它就會是這樣的 好 我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好 裡面有個Materials這個Folder 你需要點進去 然後你會看到這些素材 我們剛才講一個地圖檔 一個勝者 或是勇者檔案 然後還有五種地形 好 你要把一些 額外的素材 導入 processing 是很簡單的一件事 你只要把它選起來 拉進去就可以了 拉完之後 它好像沒發現什麼事 沒發現什麼事 但它應該就進去了 它這邊會有一個訊息說 7 files added to the sketch 表示已經加進去了 那它會存在哪裡呢 這個也是 processing這個環境 你需要知道的一件事 我們看一下 file跟 preference這個地方 在processing裡面一個專案 它被稱之為Sketch 一個Sketch 那Sketch會存在一個地方 就是在Sketch Book 它的位置 在preference裡面可以找得到 你也可以改 不過我們現在就不改 就是用它原來的位置 那你點一下browse 它應該會把很多位置打開 suppose 好 打開了 然後呢 對了 我們新開一個專案 在還沒有存檔的時候 它是不會在這創建任何資料夾的 可是如果你要 拉東西進去等等 它就被迫需要把資料夾 創建出來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邊 這個資料夾的名稱 會跟這個 這個部分的 這個type的名字 一模一樣 所以你要改這個資料夾 可以 你不用在這改 你只要改這個type的名稱 就可以了 好 那我大概是要給大家看是 對不起啊 我其實是要call這個路徑 因為在這邊沒有辦法瀏覽 好 那這個應該等一下會用到 所以 我們先不動 我們來看一下剛才的那個路徑 咦? 到哪去? 確定一下 210 嗯? 可能還沒存檔 你按Ctrl S 或是你 你按一下Ctrl S 好了 奇怪 不知道存檔哪去 好 你們有沒有找到那個 processing的那個 sketchbook的位置 有對不對 嗯 然後你在這個畫面 如果按一個Ctrl S 它應該會存檔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 名字有沒有出現在 因為我現在電腦有點慢 所以 開太肉視窗了 好 OK 它在這裡 那我們就把它儲存一下 好 應該你拉進去的時候 它就會問你要不要儲存 因為它需要創建一個 那樣的檔案 然後 如果你有找到你的那個folder的話 你應該會看到裡面有一個data的子目錄 然後剛才你拉進去的那些素材 就存在裡面 OK 好 如果你找到的話 就是說 對 如果你有時候你要刪掉東西 或是你要在裡面加一些別的東西的話 in case 你知道那個目錄在那邊 好 那接下來 我們要來改一下名字 改名字必須要發生在存檔之後 所以剛才那個存檔動作是必要的 好 我們來改一下 改成 我通常 習慣改 給它取個名字 RDG片之類的 好 那這個我就不花時間去看那個folder 你如果去看那個folder 它名字已經改了 就是 跟這個對應的 好 接下來 我們看一下 要做什麼事呢 好 到這裡步驟大家都做好了嗎 好 把這個material裡面 所有的素材都拉進去 好 那拉進去之後呢 你在程式裡面 就可以直接用它的檔名去存取 不需要再加什麼路徑 你知道嗎 因為它就是固定會放在那個位置 內定的位置 好 然後存檔改名 好 接下來 我們要開始建定一些基本的架構 在那個你們下載下來的zip檔 除了剛才那一堆素材之外 更重要的是那些程式碼 那程式碼在上一層 就是這邊 你可以從它前面的號碼去 對應到我們要用到的程式片段 這裡面都是片段 而不是完整的程式 目的就是說我們 省掉一些打字的麻煩 就是讓大家用CopyPaste 因為剛才你們已經打過了 有象徵性 那寫程式很多時候 CopyPaste就是最重要的技能 好 那我們需要把01的內容 整個護照組視窗 那我們來看一下01是什麼 好 我直接用那個已經整個開好的視窗 這樣比較方便 好 你可能有你自己習慣的 那我用 我隨便用一個文字編解器 這邊的檔名都跟那個是對應的 好 那這邊我就把它全部Copy起來 把它貼到這主視窗 好 你會看到它上面有一些 還帶貼入的程式碼對不對 所以它基本上是模擬 有點像是我們從0開始寫的這種感覺 就是讓我們可以知道 其實它滿簡單的 沒有什麼 好 這邊基本上就是把兩個 程式會 剛才講過的 我們的系統會區呼叫的 程式碼放在這邊 好 先把它創建出來 好 接下來02是什麼呢 好 02就是把 我們先把那個機械性的動作做完 這三個需要取代掉這個 to do這個object field 好 這邊做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我們剛才不是說說有就有 崩變出來對不對 好 就是這三個物件 一個是rpg map 一個是rpg view 然後是rpg avatar 好 這裡是一個宣告的格式 也就是說我宣告這三個變數 這三個field應該是屬性 他們的型態是rpg map rpg view跟rpg avatar 好 你會看到三個是紅字對不對 因為我們說變還沒有 還有那個還在過程當中 這三個東西其實我們還沒有定義 所以他找不到這三個東西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建立幾個物件視窗 就是這三個物件的對應 怎麼建立呢 在這裡按new tell就可以了 然後你可以打rpg map 然後rpg view 那如果你習慣用文字 不是 對不起 鍵盤的話 你可以按control shift n 是一樣的意思 就是創建新的視窗 好 三個視窗創建出來了 你看他紅字還在對不對 其實這三個視窗 他是processing自己的格式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對Java有點概念的話 像這些檔名 通常跟他的類別名稱要一致 但這邊的規則不太一樣 因為他不是點Java檔 等一下我們會用到點Java檔 所以這三個基本上是processing自己的程式格式 並不是Java的格式 那創建好這幾個視窗 這個步驟就結束了 所以到這邊大家是不是都做完了 我們剪貼了兩段程式 主要就是setup跟draw 然後這三個宣告 我們即將要變出來的物件的位置 然後把這三個 即將要變出來的物件的視窗都掀開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些主要的物件基本架構 03,04,05這三支程式 分別是對應我們剛才開的這三個視窗 rpg map,rpg,evita,view 我們先貼再說 rpg map先 這邊全旋 全旋,copy,ctrc 貼進來 等一下我再解釋 Avita,04是Avita 也是一樣,全旋,貼上 OK OK 好,view 好,這邊不知道大家做得怎麼樣 順利吧 好,這邊其實要講的事情蠻多的 我們一樣一樣來講 首先呢 這個是因為 processing 是一個 跟java 算是相容的環境 所謂相容就是它不完全一樣 它建構在它上面 但是有很多種相容 class宣告的那個範圍內 因為它自己包了一層 所以這個部分沒有 你們沒有看到class這個關鍵字 但是你會看到 一樣的這些方法的宣告的方式 OK 它有它自己的遊戲規則 之外 其他的視窗 常常都會包覆著這個class 這個宣告 OK 那比較好的方法 就是說你的class名稱 就跟這個type名稱要一樣 這樣子比較好管理 然後第二個就是 當你要宣告一個物件的時候 物件的命名規則在前面就是大寫 它是大寫開頭的 這是順帶一提 Java的一個convention 好,然後每一個物件 你會看到它有一些固定的區塊 比如說前面我們講是屬性的區塊 有沒有 好,那Avatar 我們定義的什麼屬性呢? 就是它的位置 現在我們的聖者 他走到這個世界的哪個點 可能是很靠近左上角的區域 或是右下角的區域等等 好,然後我們給它一個image 就是那個聖者的模樣 所以你們剛剛看到那隻可愛的 Jedi bear 就是會存在 讀進來要存在這個p-image p-image p-image是processing內建的一個圖片的物件 它就是用來存放圖片的 所以等一下那些地形的圖片 也一樣是會存在p-image這樣的物件裡面 這邊的變數的名稱叫image 然後再來這邊會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方法 我們剛才講方法就是後面會跟著括號對不對 然後這個括號裡面會有它要傳進去參數的一些宣告 像這邊是兩個整數 也就是它的座標 它的其實座標 可是你會看到它沒有回傳值的宣告 有沒有 像我們剛才講沒有回傳值會寫個 void Void 這邊連 void都沒有 這種方法叫做建構值 建構值的意思就是說 當我要create這個物件的實體的時候 因為class有點像這個藍圖 就是說 就是說在這邊把這個藍圖定義清楚 但是還沒有具體的物件被創造出來 也就是說我今天我要一個聖者對不對 但是我光是把class這次程式寫完 聖者還是沒有出現 你需要把它創建出來 建構值這個東西就是創建的時候會去呼叫的那個方法 是比較特殊的方法 而這個方法它有兩個規範 第一個就是它前面不可以有回傳值 連 void都不行 你寫了它就不是建構值了 第二個就是它的方法名稱 必須要跟它的類別名稱 class的名稱要完全一樣 如果符合這兩個條件就叫做建構值 是這個物件在創建的時候會被呼叫的 好 所以你要創建這個RPG Appleton 你一定要告訴它位置對不對 不然的話我甚至要在哪裡降落 我總不能掉在半空中 所以這個位置必須要給它 然後它就會把它存在它的屬性裡面 有沒有 這邊X等於X start的意思 就是我把X start傳進來的這個兩個數字 把它儲存在它的屬性裡面 只要這個物件沒有被消滅掉 這個值就會一直存在這裡 而且你可以修改它 這是我們的目的 因為甚至要能夠移動 好 然後下面做了一件事就是load image 這個是process內建的一個圖片讀取的一個方法 所以我們剛才把 Avatar.pmg那個圖片 放到data那個folder裡對不對 把它拉進來了 現在用load image就可以把它讀進來 讀進來之後呢 我們還做一個動作叫resize 因為我們做圖片有時候很隨性 就是它大小我們沒有算那麼準對不對 所以只要它解析度不要差太多 我們resize之後 剛好可以fit在那個框框裡就OK啦 那當然最好長跟寬是一樣 不然的話會變成極瘦或是極胖對不對 好 那它是根據什麼去resize 等一下會定義 但是這邊還是紅字 因為還沒定義 就是我們一個tile 就是一塊磚啦 畫面上的一塊 它的寬度跟高度 也就是說我讀進來它不管本來多大 我就是把它resize成剛好 這樣子 這個也是一個內建的方法 可是呢它是pimage這個物件裡面的方法 所以你看它是在pimage的形態的這個image 有沒有 它加個點去呼叫的 因為你要透過這個物件去索引到這個方法 它才能被執行 這種呼叫方法 它是屬於就是作用在這個物件上的一種呼叫方式 所以如果前面沒有一個前導物件去呼叫的話 它是不能被呼叫的 也就是說你有創建出這個物件它才有辦法被resize 這個概念應該可以了解 所以這個是一種方法的宣告型態 但是有另外一種宣告型態叫做靜態 這個是非靜態的 靜態的話就是說它可以獨立於物件本身 你這個物件沒有任何物件被創建出來 但是它在有些工具性的程式 它就是靜態的 就是你只要傳給它適當值 它就會幫你算好東西 它不需要什麼的物件先被創建出來 這兩種方法不太一樣 好 那這邊有加一個點 一個一個物件被創建出來 然後它加一個點去呼叫一個方法 這種呼叫方式就是屬於非靜態的方式 它是作用在這個物件上的 一種呼叫方式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Map Avatar看完我們來看Map Map裡面 我們用了一個字串陣列去儲存這張圖 為什麼用字串陣列存 等一下我們會講到 剛才那個default.map 它是怎麼定義的 好 所有的遊戲乃至於任何應用程式都一樣 裡面都會有很多資料對不對 所以你會需要把你的資料格式去定義清楚 比如說你的地圖是儲存在什麼格式的資料 資料的這個格式裡面 好 那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這邊是極簡本 所以我們用一個非常簡單的方式 擴充性不高的方式去儲存這張圖 也就是一個字圓 像0、1、A、B都是一個字圓 一個字圓就是代表一種特定的地形 然後呢我用0000 本來是一串字啦 但是它每一個字圓都是代表一個地形的話 那是不是一排它就只要用一串字圓去代表就可以了對不對 所以用這麼簡單的方法 那當你宣告一個字圓 你後面加了方括號的時候呢 就是代表它是一個有很多格子的正列 本來String就是一串字而已嘛對不對 可是正列的話就代表它有很多的一串字 主要講 然後你要去存取特定一個格子的話 你只要在這個方括號裡面 填入那個索引的整數就可以了 比如說它是從0開始算的 所以你要儲存最前面第一格的 你不能寫1喔 你要寫0 所以它所有的那個都會解1 跟我們習慣那個東西還是不太一樣 好 那這個是它的屬性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把它讀進來 存在這裡 第二個就是說 假設這個圖有一個固定的 勝者降落的地點 這個是Incase是怎麼樣的 就像如果我設計一個遊戲 它是有好幾個不同的大陸 那你在這個大陸就是固定從這個點還是 那個大陸 因為那個點都不一樣對不對 所以我就在這裡也做了一個這樣的屬性 但也不一定需要用到 只是說這邊我用了一個公式去算它 來看一下 這個大家剛才已經學過 這是建構子對不對 它沒有回串之 而且它的名字跟克拉斯女生一樣 創建這張圖的時候 一定要去呼叫它 呼叫它的時候 要給它一個參數 就是這一張圖存在哪個檔名裡面 所以它會需要一個file name 是自串 所以這個map這個屬性 它會去從這個方法去取得它的值 這個方法做什麼? flow strings 也就是自串的檔案去讀取的一個方法 這是processing內建的 那為什麼map定層自串的 其實也跟這個方法的回傳值的形態有關 如果你去讀的是一個正常的文件 它就是一行一行的字對不對 所以它一行字 就是這個low strings 它回傳那個資串正列 每一個格子就是存一行 所以如果不管你那行有多長 可能這文章是一整段 如果它沒有那個換行的符號 它就會存在一格裡 你知道嗎? 好 那我們的地圖比較特殊 它不是文章 它就是一堆 如果你不仔細看 以為它是亂碼的東西 那它是比較整齊一點的 就是一行一行 這個寬度都一樣的狀態 當然你如果要搞怪 那種不一樣 層次可能也不一定會出錯了 但是就是有時候顯示會缺久 好 然後呢 當你把它讀進來之後 它就會全部存在這個資串正列裡 然後X star Y star 這邊的設定 是我們沒有讓那個 我們建構子沒有要這個資訊 這個設定是從這個圖的大小來的 也就是說假設你改變這個圖的大小 這個部分會跟著算出來 這個怎麼做呢? 這個算法其實有點冒險 但是我是很簡單的算 就是它剛好在圖的正中間 這個中間怎麼算 Map 0 也就是我們剛剛講的第一格 第一格就是代表最上面那一行的圖 對不對? 那一行的圖的 length 就是它的 它有多長 除以2 這個就是它的 x 的位置 圖的 左右的正中間 對不對? Y呢? Y是這個 map.length 這個是這個資串 這裡本身的長度 也就是它有幾行就對了 這個行數是不是代表它的高度 對不對? 這個圖的高度 然後我把它除一個 所以它xy值是這樣算出來 甚至會剛好降臨在正中間 那你就要確保正中間不是一灘水 或者是一個石頭 是那個不能過去的那個山啊 或什麼 這樣它就會被困住 所以是有這個風險 那反正地圖是你畫的嘛 你就是確保這件事是work就好 那你如果要改的話 你也可以改成一個定點 就是說我固定在 它在某個門口出現 也是可以的 好 那這邊一樣有一個RPG Tile 還沒定義 我們先跳過 這是一個方法 Gap Tile 就是說 我這個圖呢 我要取得 特定的座標的 一個磚頭 的類型 好 那RPG View 好 View其實是這幾個物件裡面 最複雜的一個 因為它 會需要牽扯到 Avator的位置 也會需要牽扯到 地圖的內容 所以呢 這個建構值 它的屬性就兩個 一個是圖 哪一張圖 第二個 Avator 是誰 對不對 就這兩個屬性 你在建構值的時候 就把這兩個丟給它 就對了 它就會幫你把它指定 放到它的屬性存起來 這樣子 好 然後它有兩個 代定義的方法 一個是 Avator要移動 我今天要往上一個 我下一個 這個方法 我們還沒寫 那這個要告訴它 它什麼 要往哪個方向移動 幹不對 好 那第二個就是 把這個view的範圍 把它畫出來 它有這兩個方法 有代理 我們等一下來定義 好 所以到這邊 差不多這邊的內容 都帶到了對不對 有些是processing內部定義的 所以你知道provision 說掉很多事情很方便 你這個也可以用加把寫 不過就是比較麻煩 好 我們繼續往下做 好 這個就是解釋我剛才講 那個字串陣列的用法 我們這個 這個是地圖實際的資料 那0 因為上面都是山 外圍都是山 很厚的一層是山 所以你看這邊全部都是0 真的資料就是長這樣 那中間這邊就會有些其他地形 好 然後 這個map 這個string的這個 正列 它其實存好多格這樣的東西 0 是這樣一整條 1 是這樣一整條 大概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要取得位置 xy的地形代號的時候 因為y是直的嘛 對不對 所以你要先把map的y y取出來 也就是第y條的自串 好 這個自串取出來之後 你要用到的是自串它本身 因為自串其實在交替裡面是個物件 它有很多相關的程式 非靜態的程式 是跟著某個特定的物件走的 所以當你把這個自串取出來之後呢 它有一個method 一個方法叫做supstream 就是這個自串的其中一個部分 好 那我們當然就是希望是dx的位置 跟x加1 x加1 意思就是說 我取距離它 就是一個自串 一個自圓的距離的內容 OK 就從x的位置再多取一個就對了 所以這樣取出來會是剛好一顆 一個自圓 這個指令 就是可以把xy的地形代號 要取出來 好 所以例如我今天要取一個00 那我就會從map0這裡 取出地0個字圓 剛好是個0這樣 就是它的代號 這個地形的代號是0 就是一個mountain 我們剛才有遇到一個還沒有定義的文件 叫做rpg tile 這個tile是什麼 它代表就是圖上的一個框框 處理那個框框 包括它的圖片等等 用的一個物件 那因為它是一個附屬的物件 所以我們沒有一開始就定義 我們現在要來做這件事 好 而且這個物件 因為它需要用到java的語言的一些特質 不是processing的語言的範圍了 所以我們需要在foo檔名加上點java 那這樣的話processing就是開發環區 就會把它當作java的程式來 完全當作java的程式來處理 好 所以你可以創建一個rpg tile.java 記得把.java打上去 然後把第六支程式貼進去 第六支程式在這 就是 這一支程式我今天不打算講 每個部分都講 因為是遷到一些進階的話題 不過稍微觀察一下 它跟剛才那幾支程式不太一樣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 最不一樣的就是這個 importprocessing.code.start 前面都不用寫這些 因為它是processing內建的模組 可是呢 當你用了點java 就表示你要用 general purpose的方式 那你完全就要照它的規則來了 所以 所有的java程式前面都需要把它裡面用到的 指定的套件 用import的方式 標註在前面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一行 因為其他的都自動幫你import進來了 但你加了點java 它就不會幫你自動import進來 所以你要自己寫 OK 所以會多這一行 剛才沒有預告的 其他的都還蠻類似的 只不過我們這邊出現一個新的東西 叫做常數 static final static就是我們剛剛一直在講靜態靜態靜態 那個靜態那個字的宣告方式 就是static 那意思也就是說 這個值呢 它不會隨著什麼呢 物件被創建出來 而也被創建一個copy出來 它所有的物件都是share那個值 所以當你設定成static 而且再加上final 就是那個內容不能改 它就是屬於一個常數 常數的意思就是說 我只要指定一次嘛 而且既然叫常數 它不會不能動 通常就是做一些環境設定的時候 會這樣子去設定的 比如說我們這邊 設定一個tile的寬度跟高度是64點 這件事是常數 也就是說程式一開始run 它不會改 那tile的大小改來改就可能 在我們現在這個設定是不行的 但是如果你寫更複雜的 如果你開發那個互動引擎 是有一棵大樹可以長得很高很高 可以遮住人 那當然是定當別論 那是另外一種定義方式 那我們這邊是用比較傳統的 一格一格的方式 所以這個格子大小是固定的 不會變 再來就是說 一個tile會有一個image 你看這邊就沒有static也沒有final 因為這個每一種類型不一樣 每一種地形的image不一樣 這個當然要改 會隨著物件而改變 這邊的建構子 它要你給它一個檔名 什麼檔名呢 就是那個image 就是那個地形它的圖檔 這檔名 OK 所以如果是河流 你就要給它河流那張圖 之類 好 然後呢 這邊有個gettile 就是說如果有別之城市 跟它要那個tile的話 這個我們等一下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它是靜態的 意思就是說它 別之城市不用自己去創建RPG Tile 因為太多的地形他們是共用同一個形狀 對不對 只要是河流那都是同 所以它不需要建幾十格幾百格 都是河流的 它直接跟這個RPG Tile 這個clad 就要這一格的形狀就可以了 這是它 就是神記體空間的一個方式 那這一格的寫作方式等一下再說 底下呢 還有一串常數 剛才我們講Celtic Bind的常數對不對 而且這個形式就是Tile本身 這個就是我剛才講的什麼呢 當你跟它要一個mountain的時候 它給的就是這個物件 它不會再創一個新的mountain 物件給你 所以你看到圖上有100格的mountain 都是同一個物件畫出來的 OK 這樣比較有效率對不對 好 所以你跟它要mountain 它就會給你這個 它不會每次都給新的 就是這個Static Final 它在宣告的時候 已經把它創建出來 放在這裡 靜態的 好 那 只要有人 要 我就給它 這一個 這一個特定的物件 OK 所以這個new 只會只行一次 因為它是Static 好 就好沒有越來越難 哈哈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需要開始 因為剛才那些物件大體上架構都完成了 只剩下一些細節的程式碼還沒有塞進去 我們現在就先回到主程式 主程式需要去設定 設定的區塊需要一些程式碼 我們把07貼進去 貼在哪裡呢 就是這個setup這邊 to do這裡 好 你可以看一下這邊做了哪些事情 好 首先就是這裡有三行程式 分別把剛才我們把架構弄出來的那幾個物件的建構子的呼叫 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把圖創建出來的 那個地圖 而且是透過我們把那個黨名丟給它 它就把它圖進來對不對 好 第二個就是那個聖者 把聖者創建出來 然後把開始的點 聖者就是在那裡降落 要告訴他 那降落的點 其實如果你還記得 就是我們在圖的那個物件裡面 算出來的那個正中央那個點 但是那個你可以修改 好 第三個就是view 這個view 我把前面兩個創建出來的 圖跟聖者 就丟給他 這個view的建構子就完成了 OK 你可以對照一下剛才那幾支程式的建構子的部分 好 然後前後我們做一些dirty work 首先就是我們為了講求那個視覺的爽感 我們叫它用全螢幕的方式來做 我們剛才都是那個框框不太過癮對不對 我們這次叫它全螢幕 好 可是全螢幕會有個問題 等一下會處理 是什麼問題 就是每個人電腦的解析度都不一樣 對不對 那你這全螢幕一下去 那它那個框框怎麼辦呢 好 我們現在暫時排除那個太舊型的 那個解析度就很低了 因為動不動那個就會超出去 那我們就不考慮 因為現在大家的電腦都蠻高規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會用一個公式去算 你的電腦 根據你的電腦的長跟寬 這個processing有固定的那個內建的變數 去幫你偵測 就是你的電腦的解析度是多少 然後我可以根據那個解析度去算 看我的那個view要從哪一個人化 你知道嗎 好 然後呢 後面 這三行 就是我剛才講的 frame rate 指定每秒鐘去 觸發這個draw 多少次 我們這個draw還沒有寫 但是我們這邊稍微降低一點 我們不需要這麼多次 每秒鐘10格就可以了 第二個就是background0 這是什麼呢 你知道就是說在電腦 畫這種動態的東西的時候 通常它都是用這種原理 就是說你看不出來它太快了 它就把螢幕清掉再重畫一次 清掉再重畫一次 所以background這行指定做的事就是把它清掉 但是你必須要告訴它清成什麼顏色對不對 因為有時候背景是黑的 有時候是白的 不一定 後面的數字 你要告訴它的就是顏色 那這個0到底代表什麼呢 有沒有知道 在電腦的色域裡面 最常用的表示方式就是RGB 那RGB這個不是我們今天要探討的重點 但是你可以看一些網站的說明 比如說像W3C的網站 它就有針對這個 因為 顏色這件事在寫個網頁 這件事是蠻重要的對不對 很多網頁設計師 它常常做到去指定顏色 好 所以 有一個網站叫 SideScore 它裡面有很多 跟這個 前端相關的語法 有關的一些資料 這邊就有RGB的這個 有點像計算機一樣 你把這個三原色指定 它就會出現對一點顏色 那0的話就是三個都是0 總合起來的結果 RGB有一個整數的表示方式 那如果你把它打進去 那如果你把它打進去 這看起來是黑黑色 是全黑嗎 對是全黑 因為我們的背景要清成黑色 好 讓它 如果是白色就比較刺眼 對是黑色沒有錯 我剛剛一時通道不清楚 哈哈 我以為是白人 好 大概是這樣 你可以玩一下像這種 像這種網站還不少 好 其實也不難就是了 好 那 Background清成0 但你看它 我們其實通常 Background清成黑色 或清成什麼 任何顏色 這件事會放在主臥這邊做 好 可是我們的這個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說 說實在我們只更動View這一塊 而且我們每次更動就是 整塊都會刷掉 所以不太需要每次都清空 整個螢幕就對了 把這個東西放在這 稍微一點效能提升 沒有很多 因為沒有V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這 好 那第一次把View畫出來 就是從這個View去呼叫 這個DrawView 我們剛才講 就是 物件加個點 就是表達呼叫的這個方法 本身是非靜態的 是針對這個物件去做的 對不對 所以當你這個View裡面的數字 是多少 比如說它現在 是 往左還是往右啊等等 這個View的位置在哪裡 都會關係著它畫出來的內容是什麼 對不對 所以它不可能是個靜態的東西 它一定是跟著View在走 好 那這一塊就是setup的內涵 我們就是把整個畫出來 整個設定好 然後第一次顯示出來 把它畫出來 不然如果沒有這一行的話 會變成使用者按一下才有畫面出來 大概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好 再來呢 我們要把下面這塊補起來 如果這裡我們只做一件事 就是回應玩家的按鍵 OK 好 那我按鍵因為不太可能 需要快到也不太正常 就是每秒鐘60次 甚至更高對不對 所以我才把那個 分率降低了一點 好 那這一塊呢 是在08 我們來把那個程式碼貼過去 我們已經走大半了 所以快要完成了 好 這邊就是回應這個程式碼 那個回應玩家的出鍵的程式碼 然後你看一下 這邊有個key press的 這個也是processing內建的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它會去把偵測到的 這個按 是不是有按鍵這件事情 儲存在這 然後你看它放在if後面 好這個語法我們等一下會講 它的一個條件的判斷 也就是控制程式流程的一個指令 if後面括號放的是結果則了 不是真就是假 這個叫做 我們叫做不靈運算 就是它的值跟整數跟字算不一樣 它只有兩種值 真或假 那if後面如果是真的話 它就會去執行 它的所屬的區塊裡面的程式 所以當如果有按鍵被按下去這件事情 系統告訴你是真的 我被按了 那它就會執行下面 第一個就是移動勝者 這邊沒有做它按了什麼鍵的判斷 是移動勝者那邊在判斷 所以這邊你不會看到鍵 它只會把Key Code傳過去 Key Code是另外一個 processing內建的 那個變數 也就是當有一個鍵被按下去的話 按哪一個鍵會被吹在Key Code 這個名稱裡面 這樣 所以你看挑戰做很多事情 很方便對不對 然後當你移動勝者之後 其實簡單講就是移動它的坐標 移動了之後 它就會再重畫一次那個view 否則的話 它不會一直畫一個畫 因為是靜態的 就是那個畫面沒有動 如果今天你之後的你的fantasy 到另外一個進階就是說 你想要讓河流會流動啊 你想要讓風吹啊 甚至會有事實的變化 那你可能就不能這樣寫了 就是說你的drawal這邊 就要根據另外一些設定去更新它的畫面 對不對 所以drawal這個東西 每秒鐘要呼叫幾次 主要是看你的用途 你的實作到什麼地步 如果你做到非常精細的 當然你一秒鐘要呼叫多次一點 對不對 我們葉子飄下來什麼 對不對 這邊沒有 這邊很陽春 所以基本上能不動就盡量不要動 這樣 好 那這邊我們把整個主程式的區塊都填滿 對不對 包括Stella 包括drawal 那接下來我們要填的就是 我們在drawal裡面有 遇到的move avatar 就是 盛者移動的時候的那支程式 在第11 我們來看一下11 11的這支程式要貼到哪裡呢 貼到view裡面 不是貼到avatar avatar不能自己動自己 是view這個程式 這一支程式蠻長的 你可以用Ctrl T稍微整理一下 對齊一下 好 那這邊做的一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 各位看一下這個intx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還沒有用到的一個東西 叫做區域變數 好 那我們因為後面需要保留 目前 勝者的位置 所以我們先把他的位置 佔存在一個 區域的變數 也就是說用完這個變數就會丟掉 不會存錢 好 那y也一樣 好 這邊我們要講的一個是 另外一個 我們剛才講if對不對 這邊講的是另外一個 常見的流程控制指令 叫switch 好 switch可以說是一個 多重的條件判斷的一個指令 也就是說他的語法是這樣 switch這個保留字 後面一定會帶一個括號 這個括號裡面會放整數或者是字串等等 好讓後面的case去比對 這個值符合哪一個case 符合其中一個 就會執行那一個 這樣知道嗎 但因為勝者上下左右至少四種方向 對不對 所以我們用switch case寫比較簡單 就是說switch它是哪個方向 case上,case下,case左,case右 這樣 好 那這邊的direction其實是個整數 對不對 可是呢 在這為什麼我可以用left,up,down,right 這四個其實就是key code 是processing內建的 所以它也對應了一個整數 剛好跟那個按下去那個鍵的整數 就是說它的內碼是一樣的 OK 所以如果往左你看多簡單 x-1 減減在Java裡面是一個簡單的寫法 就是把這個變數減1 OK 那break是switch case一個特定的寫法 就是當這個case執行完了 它就會跳開 不會執行後面的 break的意思是這樣 那up你看 可以想像就是y-1 對不對 那勝者就往上走了一個 那其他也有意思類推 down跟right 好 但是後面還有一些事情我要做 這個是更新它的位置 而且是 你看這個x 其實是這個暫存的x 有沒有 因為我們先把那個 玩家想要往哪個方向 先更新那個位置 可是呢 那個方向能不能過去呢 不一定 對不對 如果它是3的話怎麼辦 它如果硬要過去就撞3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不會讓它發生 它整個人插到3裡面這件事 會做一點判斷 所以下面 基本上就在做這些判斷 第一道if的判斷是什麼呢 如果x小於0 或者是x大於這個map0的長度 也就是說 玩家已經走到圖的最邊邊了 在外面沒東西了 這種狀況 或者是y小於0 或者是y 所以它是分別判斷上下跟左右 是不是已經撞到邊了 對不對 如果撞到邊的話 很抱歉 我不更新勝者的位置 因為已經超出去了 對不對 我沒有設定它地球是圓的 所以它撞到邊就過去 這是第一個 不然再過去就不知道怎麼辦 對不對 乘數無法處理 第二個 就是現在它沒有撞到邊 所以我把那個 那個磚塊的 到底是什麼 把它讀出來 從map那邊去取得這個位置 是什麼符號對不對 把它存在tile這個區域變數裡面 你看 只要在這邊宣告 臨時宣告的都是區域變數 這邊結束就會不見了 那把它取出來做什麼呢 就是先判斷一下 如果那邊是個山 或者是個河 或者是個rock 的話 那抱歉我還是不給過 剛才是先判斷邊界 現在是說好 它在邊界裡 OK 可是呢 地形可不可以給過 地形不可以不容許 我就不給過 如果這個retail就是 回去了 就是我不做後面了 我直接跳回去 誰呼叫我的 我就跳回去 呼叫我的那邊 不管有沒有更新那個位置 反正我已經做完 我要做的事了 那這些判斷都過關了之後 表示 save我可以過去 對不對 所以這邊就才把 x的值丟給勝者的位置 y的值丟給勝者的位置 這樣 所以最後這兩個 才是真正把勝者的位置更新 前面都只是判斷 它到底是要往哪個方向走 然後那個方向能不能過去 而已 所以這個也說明為什麼 這邊我們要先把勝者的位置 先暫存起來 對不對 因為我如果改掉 我就不知道它原來是什麼 什麼 大概就是概念 好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接下來 要做什麼事 這個我們剛才都講過了對不對 switch case 還有inland的語法 接下來就是把 90 12 13 匯枝view的程式把它貼進去 我們先來做一個 9 是rpg map get type 這支程式 找到map 然後裡面get type還沒有做 我們就把它貼在這邊 OK 整理一下 好 接下來是什麼呢 rpg get type 這個很有意思 我們等一下講 這裡 好 再來呢 是什麼呢 12 rpgview的constant 好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講 要計算畫面的公式 這個蠻有趣的 我們等一下再講 在rpgview的 前面有一個 最前面 有一個 to do constant 這個區塊 把它取代掉 它有四行程式嗎 有點瑣碎 不好意思 再來就是13 rpgview的另外一段 draw view 就是要把畫面畫出來的地方 好 我們來一段一段看 剛才啟動這個move avatar 對不對 我們順利把聖者的位置更新了 對不起 還在貼嗎 完成了嗎 OK了 好 那我們繼續講 那接下來 聖者位置更新了 對不對 我們就要把 更新之後的view 把它畫出來 好 這會觸發 draw view 這支程式 就在rpgview裡面 draw view 剛才貼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支程式 第一個 我們先計算的是 到底聖者的視線 最左邊到哪裡 最右邊到哪裡 對不對 那這會 會有一個常數來決定 這個常數就是radius 也就是它的視線範圍 可以這樣講 這個視線範圍 它在最前面 我們剛才貼的constant裡面 會規定 它是8格 所以左8格 右8格加起來就是16格 加上它自己總共是17格 這樣有聽懂嗎 就整個畫面的範圍是17 乘17 那你也可以把它改小一點 假設你的螢幕真的是太小 那個解析不夠 你可以把它改成7或6 甚至更小 然後第二個常數算的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這件事 就是這個畫面的尺寸 它是把radius乘以2再加上1 就是加上它自己那一個 有沒有 好 那我們知道這個之後 下面兩個常數我們順便講完 就是這個margin 這一件事會動用到processing的系統 內建的一個常數 就是你的畫面 我們講的畫面是你的畫布的畫面 畫布的畫面就是說 如果你是全螢幕就是你的螢幕的解析度 如果你是視窗就是視窗的寬跟高 那現在我們是全螢幕 所以是你的電腦的解析度 對不對 它的寬是多少 高是多少 好 你看這邊的計算公式 看一下懂不懂 它是一個tile的寬度 乘以size size就是上面算出來的視野的size 有沒有 它把畫面剪掉整個size 就是這個視野的像素 它這個size佔了多少像素 之後除以2 好 這個算是這樣子 它的意思就是要算出整個畫面 左邊留黑的地方是多寬 這樣我才知道我的這些磚頭 要從哪邊開始畫 而且我預設是把它畫在正中央的位置 旁邊如果你以後要再加一些什麼 人物狀態什麼的 你可以自己加 或者是加一些花邊 對不對 但是我們現在畫的 我們計算出來的結果是 畫正中間 這個是最簡便的 因為不知道大家螢幕多寬 對不對 所以很難預料 如果給一個絕對的值 可能會不恰當 可能會歪掉 或是不好看 所以我們就算在正中間 計算公式就是整個畫面的寬度 扣掉中間區域的寬度 除以2 那就是左邊這塊 對不對 因為右邊這塊一樣大 上下也是一樣的算法 好 那這四個是view的常數 我們先算出來 後面會用到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剛才左view在做什麼 好 好 首先是x跟y 先找到他們左上角 要開始畫的點 就是勝者的x減掉radius 其實不是點 是他的那個位置 就是坐標位置 好 好 那然後呢 我們需要從map裡面去 把 好 簡單講就是說 我們現在四也是這麼大 對不對 所以裡面每一個內容 我都要去把它找出來 到底他是3還是和 還是什麼 對不對 所以這邊用了兩個for的回憶圈 好 for是這樣 for在程式語裡面 他做的事情就是 我給他一個起始值 終止的條件 然後 中間地真或地減的條件 他就把 每次 比如說我要從0到100 那地真1 所以我就會0、1、1、2、3、4 把整個run完 好 for做的事情就是這一次 所以他從0開始到size 也就是說 相對位置 相對坐標 在這個視野裡面的 最左上角 好 x0 y0 好 那x跑完 是跑完 嗯 x是0 那y從0 一直跑到最下面 是這樣子直著跑 是這樣子回 好 那一直類推 不管你是橫的直著 反正我把所有的畫面都run完一次就對了 對不對 好 然後把x的位置 加上剛才的這個左邊 好 y的位置加上左 它的minimum就是說 怎麼講 這邊有點會搞混 就是說我們現在講的不是像素 是 坐標 好 那個 視野的範圍的00 不是整個大陸的00 對不對 這樣懂嗎 好 所以這邊的xmin就是 從整個大陸來說 我們的起點是什麼坐標 好 所以我雖然這邊是0 但是我還要再加上那個 那個 相對的 絕對的坐標 才會是真正的 對不對 好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算出 我現在到底要從那塊大陸 取哪一塊磚的代號出來 好 好 然後 我們就根據那塊磚的代號 去決定我要拿哪一個圖片來畫 這樣 OK 這樣就可以了解嗎 好 這邊其實寫得很簡單 所以沒有去考慮太多的效能問題 基本上就是 比如說這裡 我就去把那個圖片拉出來畫 這樣 好 然後呢 畫完了一輪之後 再把中間勝者的那一格 把它畫上去 所以我前面沒有特意跳過那一格 是最後再把它蓋上去 大概這樣子 左比武就畫完了 好 然後剛才還讀了什麼 我看 好 好 那左view這邊 蓋有這個gap tile 我們還沒有講 對不對 就是我們去那個 map的地方 去把那一格找出來 其實那一行關鍵的程式 我們剛才有講過 就是map 方括號y substring X 它原理就是這樣 我把位置告訴它 它就會 給我這個 好 但是這邊有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的view 已經可以看到圖以外的部分 怎麼辦 好 這邊用的解決方法就是 我一樣給你刪 你知道嗎 就是圖外面都是刪 就對了 去填補那些可能 但你有別的填補方法 你可以用別的圖片 或者是空虛 或者什麼 黑的 那這邊就是大體上都是刪 所以 你靠近邊邊的時候 就會看到一堆刪 好 然後把這個 反正結論 它那格是0還是1還是2 丟過去 對不對 好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寫完了 可以玩了 像不像寫 我們大概每個區塊都填好了 所以你只要按下play 欸 我們來看看喔 欸 不好意思 它在我的本機上 我把它 紅布一下 欸 有看到嗎 可以玩了 然後我開始控制它 這邊有一個河流的分支 然後我們剛才講到有這個Riverbed 就是這個 小石頭對不對 Riverstorm 你可以走過去 那其他的部分是過不去的 不然怎麼按就過不去 好 然後這邊有一些石頭 這有時候水積潤房 那就是 就是 讓平原上有一點東西 你看外面都是神對不對 就出不去 好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做到 可以玩 都可以對不對 蠻好玩的吧 那 這個最吸引人的地方 其實是這樣的 雖然有很多別的引擎 它也可以做類似的事情 可是呢 只要是 這個引擎是你開發 所有規則都可以定 包括 它的引擎沒有 不用虛擬做的事 你都可以做 OK 所以 如果你要在這邊 放一個月之門 它可以跳到別的大陸去 玩art對不對 或者是你在這邊 放一個屋子 然後進去會開別的地圖 可以 那我們今天的程式 就做到 一個地圖 玩一個地圖 可是一樣畫圖爐 其實是 可以 你可以創建另外一個地圖 另外一個圖 然後 讓聖者的 坐標 在新的地圖上出現 對不對 就是 運用今天講的一些原理 可以做到 然後呢 其實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你為自己打造了一個 創造世界的平台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做故事 你可以開始定義你的美德系統 或是Whatever 你可以定義你的怪物 可以定義你的寶物 你的法術 你的戰鬥方式 或者是 金錢貨幣系統 語言系統 等等的 在 傳統上 很多RPG 最吸引的地方 就是這些東西 就是每一個 每一個創造出來的世界 到底它有哪些文化 哪些特色 哪些掙扎 哪些災難 需要你去解救它 或者是 有哪些感人的小故事 在那些NPC跟NPC之間的對話 它的劇本 有時候可以複雜到 是一個 很多很多故事 全部穿插在這個大陸裡面 的一個劇本 我們從一行程式都沒有 開始一點一點 每次只貼一點點 就可以抖出 這樣 所以寫程式應該是蠻好玩的一些事 對不對 好 所以今天我帶著大家一起來做的部分 就到這邊 就到這邊結束了 所以後續你其實可以做很多事情 包括我剛剛講 你可以進一步學習Processing 如果你還繼續在這個環境下做開發 你也可以去把Processing這個環境 在完整的Java開發環境裡面去做 因為它也有套件 是可以從比較完整的開發環境去引入的 這個當然就跟你在Processing那個環境裡面 稍微有些不一樣 但是能做到的事情都可以做得到 再加上完整的開發環境的各種好處 因為當你的程式變得很大的時候 在Processing這個開發環境 你會變得很痛苦 你的物件變成100個 或什麼 在那邊幾乎是不可能管理的 你就必須要移到這個完整的開發環境 然後跟你們講一個小彩蛋 就是在Processing這個環境裡面 假設你把最左邊那支程式 就是那個主程式 擅自加上點Java 我們剛才沒有錯過這件事對不對 我現在不打開 但我把結果告訴你 你可以自己回去試 它會出現一個這樣的提醒 一個視窗 Problem would remain 意思就是說我不給你改 為什麼呢 The first step cannot be the Java file 我不給你改的原因 不是因為你做這件事是不對的事 而是因為我這個系統 沒有辦法讓你這樣玩 而且這也表示 它說 It may be time for you to graduate 你可以畢業了 to a real programming environment Hushard 好 那意思就是說 其實Processing是一個比較友善的起點 Eventually 它還是覺得 你應該要到一個真正的開發環境去做 因為你的城市 膨脹到很龐大的時候 例如你真的開發一個 串聯的八個大陸 然後無數個城鎮 那麼大的一支城市的時候 絕對不可能在Processing裡面有完成 因為它所有的物件 的百分之都是平平的 那在真正的Java開發環境裡面 有package的觀念 有點像資料夾 所以你可以把城市碼做歸類 屬於城鎮的 屬於大陸的海洋裡的 或是地下城的 你可以分類 但是在Processing裡面 沒有辦法做這種階層的觀念 所以當你的物件數變多的時候 就很難做 所以那個是一個目標 但是剛開始 HAPPY的過程 你還是可以在Processing做很多的事 那也歡迎各位 如果你還沒有加入OCNHFA 就是藝術人類開放網絡的社群 特別是Facebook的社群的話 歡迎你加入 如果像這樣的活動 有一些後續 比如說續集 Part 2 我們要開發跨大陸的 這個 那個什麼 時空穿越門的時候 你會知道我們的活動訊息 好 那就謝謝各位今天的聆聽 好 時間有照顧 嗯 照顧一點 好 那希望大家今天玩得愉快 有沒有問題 沒有 那個 剛剛裡面的層次都會想問 可是感覺有點太多了 就是為什麼 每個分析的名項會是怎麼樣 因為比如說 像在那個 組織的層次列表有一個 就是 Map跟 角色後面都有一個Nu 然後我常常 比如說像是Nu這樣的東西 那顏色 就是在層次碼裡面 顏色也都不一樣 對 所以就是它會自動幫我去區分 不同的功能的指令 你是說這些顏色的意義 是不是 對 這個程式 這個程式 剛剛發明一下 當然要看懂你寫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你寫的東西 它是保留字 也就是加上內部的指令 因為這樣的指令 它不能被拿來命名 會搞混對不對 或者它是個物件 或是字串 或什麼 它會用顏色出來區隔 讓你自己也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所以如果它有預設幫我放上 顏色就是它留下來的指令 基本上是這個環境 就預留了這個字 對 這個顏色是語法的區隔 所以跟你比如說印出來的顏色沒有關係 那這些字 它就是根據Java的語法規則 判讀過之後 哪些字是保留字 哪些字是字串 等等 它會幫你把區隔開來 對 你如果用一般的文字編輯器 就不見了這種浮密 所以可能全部都黑的 所以看起來就會比較難看一點 OK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老師你們那個社群是 比較偏向遊戲開發 還是說不一定 就是說那個人文是社群 不一定 它是一個比較廣泛的 興趣團體 那基本上是以藝術人文為出發 跟比如說科技 跟甚至是開放授權 這些比較是網路串聯有關的議題 很結合的 所以當然那邊也有一些純藝術的愛好者 跟創作者 所以他們也會分享他們的一些活動訊息之類的 所以目前比較大的比例 是有一些比較活躍的參與者 他們在分享他們 又辦了什麼展 又有什麼新的活動 等等 所以有些人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想要多知道一些訊息 加入這個社群 但其實這個社群 真的目的是希望在這些愛好者當中 去推動一些像這些新的觀念 新的媒材、畫界的一些合作 或者是開放資料等等的一些觀念 所以也希望未來有很多這樣的創作者 或者內容生產者 或者是開發者 他們會有些合作 或者是加入這個開放資料的行業 那對我來說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玩的地方 就是找同好一起玩 好,那如果你要找這個社群的話 你只要在Facebook打 因為OCF你們應該都知道 那如果你要找OC HFA就是我們社群 就直接搜尋就可以了 應該就可以找到 那我們有一個本資專業 就是會把一些別的國家的一些 還蠻不錯的一些訊息 跟大家分享 那也有一個社群就是group的功能 讓大家可以在上面做一些討論 好,那就謝謝張老師 謝謝 那我們之後會把那個活動的影片跟簡報 都放到OCF的網站上 大家如果忘記的話 再上去看一下 好,謝謝大家今天參加 好,你們回去如果有興趣可以去 謝謝謝謝 謝謝,非常好